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这一影片是介绍4月19号至6月7号期间的二周年活动内容 首先介绍的是高难度的个人单挑副本 通关了这一个副本过后就可以获得以上的这四个奖励 在4月19号至5月10号期间 把自己制作的角色卡上传到推特并分享的话 会额外获得SG 在发布前记得要标记NGS2这个字眼 再来就是到两周年的活动内容 这次活动内容添加了寻找活动标记的任务 以下是个图标记的生成地点 再来是刷活动点数的推荐地点 推荐地点有两个 这两个地点都是拥有PSE的机制 第一个推荐的地点是在沙漠神坛的Rank1 会推荐这个地点刷怪的原因是 因为怪的生成地点会比较集中 可以大幅的降低移动的时间 以便提高获得活动点数的效率 第二个推荐的地点是在火山的地下工厂 在那刷怪可以有几率性的获得等级解放的素材 再来是在活动期间A6区域的紧急任务会改为 期间限定的紧急任务 第一次通关这一个紧急任务可以获得以上的这一些奖励 参加这次紧急任务的最低门槛是70级 如果等级还没有练到70级的玩家 可以参考以上这一个影片 去了解如何快速的去升级 这个紧急任务比较特别的奖励有 新登场的潜能解放素材 活动武器 以及单挑副本专用的特殊能力 这个特殊能力跟活动武器 我会留在下一期做详细的介绍 再来就是通关 期间限定的紧急任务内的Trial 会有几率获得这些奖励 也就是说击杀最后的那个BOSS几几人 就有几率获得这些奖励 再来是有关这个期间限定紧急任务的公告 在19号至26号期间 A6区域的所有紧急任务 都会改为这个期间限定的紧急任务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补充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